講到地獄梗 我覺得另外一個地獄梗 是大家非常關心的 有關於那個狼屍案 幼兒被幼童被性侵的這一個部分 我們來看網友接下來 人神共憤的是什麼 因為這個台北市的教育局副局長 陳素惠 他說 那如果指控狼屍 小朋友黑白講呢 如果小朋友是誣告呢 小朋友沒有被侵犯 他怎麼會掰出這些事情 他怎麼會講出那個哥哥 怎麼樣什麼的 可能嗎 所以他現在已經先入為止 覺得小朋友會黑白講 童言童語可能有 可是童言童語會歪到說 哥哥對他做什麼 為什麼一個教育局的副局長 會講出這樣的內容 那這件事情呢 還燒到的是許巧心 那但是整個大的面向來講 其實主要應該是 現在是蔣萬安當市長 之前是柯文哲時代 就已經發生過了 經過了 其實這個事情開始延燒 上個週末 然後到這整個禮拜 開始燒之後 今天拜五 拜五你才看到說 講我會失禮 然後柯文哲說 他們其實這個過程中 應該也是有一些問題 開始會知道要檢討了 很慢 非常慢 但是有關於許巧心的 這個部分 來時期 因為我們看到是 許巧心在去年的8月12 他有開一場協調會 我們還問過說 奇怪 他要協調什麼 對 這件事情 你應該要主張就是站在被害人的角度 以他的習慣 這件事應該是開記者會直接踢爆 誰下台幹什麼 他到底要協調什麼 那進一步是洪敬意議員 他講說 許巧心的律師 還有他的團隊 在協調會的時候 跟家長有一些衝突 因為律師這邊講說 而少法 所以沒有錄影帶等等 那家長覺得 你到底有沒有站在我們的權益 我是被害人 所以家長合理懷疑 許巧心是幫這個幼兒園 最後沒有做出什麼明顯的結論 那家長覺得 你辦事跟我生活就不一樣 所以他們轉而再去找洪建議 來進行 陳情希望他要處理 但許巧心今天很忙 很忙 小新 這邊是不是 時期也有看到 很多很多的截圖 因為他忙著要澄清 我沒有 我沒有怎麼樣 我沒有怎麼樣 丟了非常多的東西出來 許巧心在整件事情當中 他行為表現非常奇怪 跟大家認識的許巧心 完全不一樣 他以前是殺神殺佛 他以前是這個什麼 槍在手跟我走 他以前是沒有在管大家的 可是在面對 這個幼兒園的性侵案的時候 許巧心完全沒有之前我們大家認識他的那種張牙五爪 他反而都是 譬如說 他今天不斷的丟出各種的他跟助理之間的這個LINE截圖對話 然後意思就是說其實你看喔 他都有在幫這些援方幫助這些不是幫助這些家長喔等等開協調會啦等等的喔 然後呢還特別傳簡訊給這個媒體圈然後說沒有啦我跟你講洪建議的講法是說其實他跟我都一樣立場都一樣啦 好如果你們立場都一樣的話為什麼家長會因為求助於你然後可是卻沒有下文轉而求助洪建議 而你許巧心當初講說有啊我有幫他們開協調會然後那一張第一張開會通知你到最後的講法是說那個是原方偽造的 有人偽造你許巧心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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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會通知 開會通知 你沒反應 不追究耶 怎麼可能 就是說沒有我真正開會的是有蓋章的那個 這個很不許巧心啊 就是說你的態度怎麼會是這樣有人偽造你耶 你慢慢把他告死對不對 然後今天許巧心不只是傳訊息給媒體圈 然後呢還弄了各式各樣的截圖 各式各樣的截圖 而且他還拍短影片 然後就是面對鏡頭在那邊解釋這個事情 好啦 那不公平啦 但是這件事情他大概知道說他的角色的確讓非常多的家長看不下去 因為家長給這個立心基金會的這個信 然後那個立心基金會不是公開唸出來嗎 家長覺得有幫忙的人他們都感謝 包括了洪婉甄議員包括了洪建議議員等等的 到最後完全沒有許巧心的名字 許巧心在過程當中對於家長來說是一個毫無幫助的民意代表 剛剛洪建議也PO出協調會的內容過程 對 有好幾點的這個摘要 就是簡略的告訴大家說 在過程當中台北市政府的教育局完全失位素餐 簡直就在幫這個原方感覺上像是為事 因為就說教育局說這個沒有檢舉人 沒辦法沉案 只能看監視 然後這個監視畫面不完整 然後教育局說這個也沒有辦法等等的 然後家長就說 可是我們有錄到小朋友有告知發生的地點 以及發生的事情 可是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完全不予理會 也就是說家長自己找了小朋友 然後去拍攝了錄影帶之後 然後教育局不做處理 證據給你了 然後你教育局 要吃案啊 對 你教育局是帶頭在吃 那為什麼教育局可以對於這個原方如此的袒護 如此的包庇呢 其中還有許巧心的部分 在這個協調會裡面的結論 許巧心的律師 這邊有請律師啦 就是許巧心的協調會當中也有律師到場 然後就說的 如果原方銷毀了監視器的畫面 那應該不算共犯 也就是說這個律師講的話都在幫助 他說非共犯 不是啊 原方有意思的去銷毀了監視器的畫面 這樣不算共犯 然後呢 那有人要平反了 洪仲秋愛 然後原方還說 原方還說我們也是有請律師的喔 然後如果你們在散佈謠言的話 這個律師就說我會告喔 然後最後一點的結論是 許巧心的角色是什麼 許巧心要家屬以及原方 去私下解決 那所以如果他們兩邊可以私下解決 那所以你這個明代在那邊幹嘛 任何幫助都沒有嘛 那所以你在那邊說 你看你看 我有我有很多的這個截圖 我有幫他們這個申請這個市議會的 他其實這個目的就告訴你說 對我有申請場地 幫他們開會 他那個場地是在市議會 對啦 然後要花五千塊 壓金兩萬塊 我都有付 這個地點是在市議會 他其實要解釋的只有這件事情 好那可是我們都知道說 實質內容的部分 你的確有在議會的這個 一個會議室裡面 開理賞協調會 可是問題是在協調會裡面 你竟然完全沒有幫忙 你甚至還要原方 跟這個家長受害的小朋友 雙方私下去處理 去這個討論 我的天啊 私下處理就是要呼呼的 對 家長就是求助於你 家長就是因為走投無路了 希望有人幫忙申冤 結果他找到這個名義代表說 不然你們私底下去解決 然後還這個 原方的律師還可以 這個跟家長那邊大小聲說 如果你們在亂放謠言的話 我們這邊是可以到的 這個是一個名代 應該做的事情嗎 我要讓原資綜合點評 剛剛有關於基隆拆糧的部分 那兩萬份的查詢單的部分 不記得幫你問 所以請你補充 還有 你是上個禮拜去嘛 去基隆幫忙謝國良對不對 這禮拜換馬英九了 換馬英九效果是什麼 比你好是不是 慢慢加溫 慢慢加溫 基隆就是他們比較謹慎 物亡物重這樣子 所以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四十天 反正 他不是天數的問題 他現在不是天數 他是分數的問題 他盡量把他吹得緊繃 我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 真的挑有問題的 但是 他是這樣講 但是過往之間來回 可能有一些就回不來了 回不來你就把他踢掉了 那大家覺得 你這手段不光明 我覺得他不 如果假設發生說什麼 人家寄回來故意給他丟掉 我覺得這不允許 不能這樣 這絕對不行 不要做手腳 這是作弊行為 不能作弊 那但是他們現在的說法是說 他們會發現說 比如說有同樣的筆跡 大量抄寫 其實大量抄寫的部分 在過去的時候 也都是會被踢掉 那他們現在是 發現可能有疑慮 就寄給當事人 叫當事人再做一個確認 那我覺得這個是 基隆選委會 他們他們一個裁量 行政裁量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 那可不可以公開一下 讓我們知道他的分數 是多少分 可以啊可以啊 這個公開 我不知道 公開一下 然後就比較謹慎 好 那許小欣的部分 因為我是 許小欣這個事情 因為大家很多人 沒有在那個會議裡面 然後 然後 有挑部分出來講 但是我後來是看到 許小欣他的會議紀錄 這會議紀錄就是去年的嘛 也不可能是後來偽造嘛 他是 他的主題叫做 為學生家長陳情 召開協調會 所以其實跟他陳情的 是家長不是員方 然後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他的結論 每一件事情都是要求教育局 要針對原方做出更 更嚴厲的處分 比如說第一點 他是說要叫行政調查 要擴及到全部幼兒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可能 一開始只有幾個幼兒 有去檢舉這個事情 但是也許有別的幼兒 但是教育局不知道 所以要求教育局 擴張到其他的幼兒 那這個事情實際上是 是對家長好的 就是說 有人受害不自知 這絕對不可能是 站在原方的立場 那第二個 但是許小欣根本就沒有去監督教育局 你有沒有去做這些事情 所以他就消極的 沒有去 就是paperwork 我覺得一步一步來 因為我現在講的是會議紀錄 一定就是說 譬如說我們今天辦會看 會看完了之後 後續我們要去盯他有沒有做 但我現在講的就是 他的協調會的結論 好 那有沒有盯了 另外一回事 我先講結論 第二個就是說 他有要求教育局要去 研你家長調閱監視器的方式 而且跟家長講 這就是為什麼 這就是之前教育局不是被他 批評嗎 就是說好像你給他看監視器很困難 那造成家長的不爽 那他有要去解決這個事 然後再來就是他要求教育局 提供一些轉院的協助 其實當下就是有一些家長 是不希望轉院 因為家長轉幼兒園 因為家長覺得說 那個兇手已經被收押了 那小孩子忽然間發生這個事情 我也沒有地方可以幫我帶 所以有的人其實是主張 有的家長是主張說 是不是就繼續在幼兒園讀下去 但是當然最後沒有按照 那些家長的期望 可是他要拒絕去提供一些轉員的協助 因為他的那個 就是結論什麼我都有看到 如果他做得這麼棒 幫這個幼童 然後家長在鞏固他們這一些 各個各方面的事情 為什麼沒感謝他 為什麼沒感謝他 家屬的反應是最直接的 因為我覺得應該也是有的家屬有感謝他 因為你知道像這種協調會 這麼多的家屬 家長 你要全部的人 對於你的做法完全百分之一百都認同 其實百分之就有其難度 那學小卿他是盡力在做 他也把律師找去了 那大家有什麼法律問題 律師也提供見解 那所以 還是是律師的問題 律師在幫原方 還是是律師的問題 律師也 我覺得律師 我不知道是哪一句話誤解 但是律師 我在猜 有可能是律師每次都就法論法 就是說你們這樣說 就法律上也許對 那家長可能聽你就不爽 就覺得說 你這樣是不是在幫原方講話 我覺得有可能是這樣 那學小卿沒必要那麼無聊 他會要幫家長 然後還找律師去打家長的臉 我覺得 明明代表不會做這樣的事情 好 好 好